各位家長,大家好 相信近日因為疫情而停課之下 家長和子女相處的時候 都容易因為不同的行為和情況 而感到有困難和壓力 不如一起看看可能會出現哪些情況 我們看看在停課期間 子女的作息出現混亂的時候 家長應該怎樣處理呢? 喂,兒子 九點鐘了,起床了 還在那裡睡覺? 快點 今天都不用回去 為什麼要這麼早起床? 你這樣怎麼可以? 第二天真的要回去的時候 你就很難調校回來 快點起床 喂,起床了 沒什麼做 沒什麼做都要起床 你快點和我起床 快點 行了,你很煩 哎呀,你還撥我的嘴 你信不信我打你? 快點 起床了 快點起床了 快點起床 喂,起床 哎呀 晚上又不願意睡覺 早上又不願意起床 你這樣怎麼可以? 你要學習的了 快點起床 起床了 還不聽話?快點起床 快點 兒子 喂,整九點鐘了 要起床了 今天都不用上學 為什麼要這麼早起床呢? 嗯,你覺得今天不用上學 所以想睡多一會兒 是啊 起床都不知道做什麼 嗯,你覺得起床都不知道做什麼 是啊 那不如我們想一件事一起做吧 好嗎? 好啊 那你想做什麼? 我想和你一起砌Lego 哦,砌Lego 都好啊 那你想砌什麼 我想砌恐龍 嗯,好啊 那快點起床 爸爸和你一起去砌 再多一會兒 嗯,兒子啊 爸爸要求你呢 現在要起床了 要起床了 好啊 兒子 要現在起床了 爸爸在等你 好啊 爸爸欣賞你 好啊 快點擦牙洗臉 太乖了 大家好,我是陳錦雄 長時間的停課 子女在家的作息時間 很容易出現混亂 又或者日夜顛倒 家長應該和子女定立一個良好的作息時間表 制定時間表有三大原則 一 小朋友有份參與決定 令到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去表達想法 及作出選擇 二 有具體的推行時間 尤其是涉及溫習時段 最好每隔一小時 就有15分鐘休息 因為小朋友的專注力是有限的 三 將子女有興趣覺得好玩的 和他們覺得沉悶的內容相隔 最好將小朋友最喜歡做的放到最後 每天完成時間表的機會便大大增加 各時間表經過大家討論之後 就由小朋友親自繪畫出來 並且放在當眼柱 讓一家人都知道和盡力去跟隨 令到我們的子女即使停課在家 亦都可以作息有罪 大家加油 好 嘩仔 你整人玩Liggo不行 我們有些時間學習 我都不懂做時間表 好 爸爸一起和你去做時間表 我們先放下Liggo一邊 好了 開始了 這個時間表是你也有份的 所以你有什麼想提出 在這個時間表裡面 自由時間 好 自由時間都很重要 先寫下 好 爸爸覺得這個時間表除了自由時間之外 都要有些學習時間 還有這個具體 例如時間都要寫清楚 好了 9點至10點我們起床 有這麼大的 是這麼大的 好 我們9點至10點就拆牙洗麵吃早餐 之後做些什麼好呢 問答時間 好嗎 有問答的時間 然後呢 自由時間 好 親子 親子 親子時間都很重要 我們先寫下 你想上午有親子時間 是嗎 我寫個親子 就代表了 這個時間表也很重要 你寫個字字 你寫個字字 我們把這個時間表 放在當眼處 我們經常都要看看 我們的時間 是不是做那樣東西 好嗎 好 我們去掛好它 好了 希望各位家長和小朋友 能夠在疫情的陰霾下 學懂彼此 如何相處得更加好 能夠互相支持 共同面對不同的疫境 小朋友 我們來講